這個很重要呢 在這個2024的部分 那麼首先來看到 國民黨的全代會23號又舉行了 那先前大家就很關注了 韓國瑜到底來不來呢 現在高雄市前市長 韓國瑜表態他會參加 那麼大家對於他跟侯友宜的互動 當然很關注啦 先前兩個這個互動啊 這個椅子動不動啊 大家都看得很仔細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國民黨全代會 7月23號明天登場 韓國瑜已經表態登場 那現在呢 國民黨立委參選羅志強 他也在領事上發文了 他說最近有人呢 放出黑寒風聲 他認為太超過了 韓國瑜現在他來出席全代會 已經展現了十足的高度 還要韓國瑜說什麼 不說什麼 他說他又不是總統參選 希望這些人 不要再對韓國瑜道德綁架 我們先請教亮哥 這個就是 事實上也不是羅志強一個人 那我也看到抹爆 抹爆 抹爆也是就是說 韓國瑜你如果不歸隊啦 不參加全代會 你就是有點類似 罪人那個味道啦 這樣 這個 因為我認識韓國瑜 我也認識韓冰 我就會覺得羅志強講那個 韓國瑜受委屈 我是很有感覺啦 就是他本來就是不是他在選啊 那你自己的民調起步來 這跟別人 你就是說因為韓國瑜沒有靠隊 事實上韓國瑜也沒有離開隊伍啊 他事實上也沒有去佔過台銘的台啊 那大家都知道他這個人 他是顧大局的人啊 事實上立將軍比我還清楚啊 這四年前他是從頭到尾跟他走啊 他這個人就是顧大局的人啊 他一定會支持黨提名人啊 可是就是說這個在這過程當中 這個有人就說這個叫 我心理系畢業的 這個叫情緒勒索啦 恐怖情人 就是說就給你壓力啦 說你怎麼還不還不回歸 回歸這樣 那坦白說啦 我覺得做一個類比你就瞭解了 比如說賴清德 賴清德確定成為民進黨的候選人 也好一陣子 那這個過程當中 陰系的民代也不支持他啊 而且也有一些人搞一些動作啊 可是賴清德從頭到尾就沒有 直接去點名啊 說你們這些陰系的怎樣怎樣怎樣 沒有啊 我們沒有聽到嘛 也沒有聽到他用他旁邊的人在抱怨 說陰系幹嘛幹嘛 那一直到民進黨開了全代會 那蔡英文表個態吧 說從今天開始大家並肩作戰 那就是全部歸對了 那賴清德是怎麼讓這些人歸對了 坦白講他就是憑他的實力嘛 因為你還是要跟我一起選耶 那大家 就是說基本上你如果把自己的事造起來 那本來一定歸對了啦 政治很現實的 政治很現實的 那韓國瑜 韓國瑜他自己也沒在選 然後他也沒有要挑戰你 所以我是覺得把這個壓力集中到他一人 這個當然我們知道這個很重要啦 可是更重要的應該是 侯正營自己的準備 還有侯友宜個人的身世啦 比如說我坦白說啦 723韓國瑜來了嘛 那你以為市營就結束了嗎 接下來人家 那個7月底就 這個T台的民調就要出來了 對 人家還是注意看啊 那也許給你一個月啊 到823啊 那人家還是在注意看民調 你是不是第三啊 那如果說到時候還是第三啊 那韓國瑜已經回來了 那是怎樣 韓國瑜還要幫你做什麼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恐怕邏輯不應該是這樣啦 這個就 尤其是因為 侯的總幹事 我不說這是侯友宜本人的意思啦 就是金捕聰嘛 金捕聰做了一些動作 那這個 我覺得就是包括 就挺猴的一些力量啦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 情感上的壓力 道德上的壓力 叫同志歸隊啊 或者比如說啦 我昨天看到郭台銘那個場 那因為國民黨有兩位立委候選人在現場 加許曉欣就三個啦 壓力就鋪天蓋地又來了 其實我覺得這種都是小事啦 就是郭台銘又沒有宣佈參選 那你把他當作朋友 你未來也是要整合他啊 是 對不對 那蔡振元啊 鄭麗文啊 邱毅啊 這些人再怎麼樣也是藍軍嘛 所以我是覺得未來 恐怕更重要的是 侯自己要把自己的聲量造起來啦 就是你作為候選人 才是最大的原因嘛 我覺得各界 應該給予侯正營壓力的 應該是集中給 侯友宜的總部跟侯友宜本人啦 那其他的力量 我覺得你只要把自己的事造起來 那種廣泛的藍軍到時候就是會歸隊啦 因為大家還是希望政黨輪替嘛 對 所以我是覺得你不要特別去施壓某個個人啊 那人家有沒有要選 所以這個人總是情感的動物嘛 你這樣施壓人家也心裡也不舒服啊 對不對 那我覺得不是最好的方法啦 那反而是像你說賴清德這樣 賴清德就逐漸的把自己的事造起來啦 大家就來了 各種信賴自有會都成立啦 那英系的立委現在也都歸隊啦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最自然的方法啦 對 好說到國民黨大概在談整合嘛 我們就請到將軍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羅志強就來炮轟 怒轟 這個有心人不斷的放一些風聲 其實我覺得這個剛剛郭委員講的沒錯 羅志強我也蠻認同他講的 現在國民黨黨主席是朱立倫耶 不是不是韓國瑜耶 你不要把責任都推到韓國瑜身上 那你說韓國瑜就像剛剛郭哥講的說 他是會不會顧全大局 我跟你講他一定會顧全大局 因為這個寒天冷冰飲冰水 點滴在心頭 所以冷暖自知 他最清楚我這邊講一件往事啦 2018年他選市長的時候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 你在高雄市不可能會當選嘛 所以韓國瑜他是一本身 但是那時候吳敦毅黨主席 叫他去高雄當這個市長部主委 那就跟他講說 你就是要找一個人出來選市長 你不能說我們國瑜黨沒有人選市長 他真的找不到人 沒有人願意出來選 其實他自己本身想要到台北市來選 他到台北市來選 能夠當選的機率比較高 那個時候你也知道 其實已經含粉的那種 在北部來講的話 風氣是比較盛 但他真的是顧全大局 他就一個人摸個鼻子回到高雄 他自己租的房子 你去看他租的 大家都還記得當時 我跟你講大家不記得 因為那時候他跑來找我們這些退伍軍人 他說沒有人理他 他說沒有人理他 他說就找我們 就是我們都是自己狂撲子弟 大家叫我們去幫他忙 你知道我們幫他做什麼 你知道就幫他把高雄市黨部 裡面的所有電腦是我們借來的 裡面的電都是我們去修的 因為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我們學長退伍以後他會水電 他那個電壞掉了沒有人理是我們去修 他裡面那個垃圾桌椅是我們去搬清空的 一個空房子 不是是垃圾 那時候是垃圾 因為國民黨已經被裁掉了 已經沒有薪水發 很多人就走了 所以丟那地方一大堆垃圾 是我們去把它清乾淨的 然後我們陪著他走 那時候沒有一個人 沒有人 我只問一件事情嘛 誰可以說出高雄市 那時候韓國瑜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競選主任委員是誰 沒有人講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要來當 在這種狀況之下 大概只有我們這些 這個黃埔兄弟互相相挺 所以我昨天唱那首歌 對不對 我們是兄弟 我們是親兄弟 對不對 我想想你也不求什麼報酬 也不求薪水 也不求什麼 純粹就是幫忙 我們都記得一個鏡頭 他去吃滷肉飯有沒有 他不是作秀 他真的是只有一個人 自己蹲在那裡吃滷肉飯 沒有人理他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都不認為說 你可以當選我 合表的實驗經濟 用在你身上 所以他自己走過這段路 他很清楚就是 我講的寒天冷飲冰水 點滴在心頭 冷暖自知 對不對 在這個時候 我相信如果說以黨為主的話 他一定會顧全大局的 所以說我覺得 7月23號那個 國民黨的全代會的時候 他這次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他要選 也沒有說他有求不計不求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相信他一定會全力來 我不敢說他跟侯友宜之間有沒有心結 但有一件事情他一定是有的 就是下架民進黨 這是大家的一個目標 對 他一定會在這種所有人共同的目標之下 對不對 為了下架民進黨 然後基於這個最大的一個戰略目標 他會拋棄各種恩怨 個人情仇 然後全力來達成這個 那目前來講 我們都知道雖然說 我是覺得說 這個藍軍在一起 那不能聊天 對不對 藍軍可能跟我們藍的 跟綠的在一起聊 還可以聊 因為大家都有默契 就不談政治 對不對 但是藍的在一起 什麼都聊就不聊政治 但是藍的在一起 你看分多少派 對不對 有郭粉 韓粉 豬粉 然後馬迷 戰鬥藍 淺藍 深藍 九二共識派 然後太多了 數不清了 總共各黨各派太多了 每個人都有個人的想法 但是這也是藍軍的一種特性 可是我相信 現在這種紛紛擾擾 其實也不必去刻意去拿放大性去看他 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 這個自由民主的 這個主義狀況之下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想法看法 你願意九二共識派 你是中華民國派 你是台灣本土派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最後我們有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對不對 你今天要選擇戰爭 還是要選擇和平 我們四年前 大家已經吃虧了 讓民進黨當選 四年之後 我相信所有有這種共識的人 到最後 不管他是 這個有差去投票 沒差要去交遊 還是不知道什麼心態 我相信最後一定都會出來 投出他承認一票 大家共同選擇我們台灣的一個民主和平 然後不要讓我們孩子遇到那種兵凶戰爲的 那種後世的子孫 不要兵凶戰爲 不要去為了有民主繁榮的生活 所以說他說國民黨最大敵人朱立倫 我覺得朱立倫也不見得公平 講這種話 對不對他今天是黨主席 但是他沒有跳進來參加這場的選舉 對不對 那跟四年前的吳敦義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今天要很誠懇的建議朱立倫 你這時候就辭黨主席 讓侯友宇來再暫時代理黨主席 有很多後續的立委的提名 後續區域立委 或者不分區立委 你把這個power對不對 讓給侯友宇的話 其實他才有能力整合嘛 你辦法四年前就是這樣嘛 因為韓國瑜他本身沒有這個人事上的power 我跟你講人事是第一的啦 對不對 你有人事人家就會靠過來 你沒有人事權 對 要不然你最起碼說你朱立倫 你要放出 讓大家知道說我今天的 後續這些小機的提名 對不對 一定都尊重侯友宇 畢竟將來如果他當選是他當總統 跟他能夠要配合的必須要是 這些立法委員 在國家的政策上面 要跟他能夠配合 提案或各方面都要能夠跟他配合 所以我誠懇的建議朱立倫 不管你辭不辭 不辭沒有關係 但是你最起碼說你要尊重侯友宇 對這些立委提名的一些的 他的意見他的想法 我相信如果有這個power的話 很多的這種小機就會歸對了 很現實嘛 對 我相信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多謝 感谢观看